明天就是冬至了 应景一下当然要来吃汤圆 不过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手工汤圆实在是太强大了 这是有网友利用时事话题 帝王条款做出的帝王汤圆 你仔细看哦 这是有身穿黄袍的帝王 后面还有一只乌龟 几乎是神父制日前学生的画作帝王条款 而图文一出呢 立刻吸引大批网友来赞叹 认为说这个手工也太巧了吧 而如今巧手也被起底了 原来他本身就是一名艺术雕塑家 而他也透露 为了要做出这个帝王汤圆 总共是花费他整整一个小时 但要说到呢 其实春节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 各大业者要来抢工的是年节商机 所以你看到包括了各式礼盒 各式年菜纷纷出炉 酸食及干贝 在炙热平底锅 煎到表面微焦 铺盖于紫酱 空气中飘散浓郁 鲜甜滋味 一道顶级还会年菜上桌 新鲜大虾高温清蒸 在淋上滚烫热油 逼出蒜蓉香气 迎接二零二四年 卖场举办百人年菜饗宴 曝光热销品香 其中冠军佛跳墙 一年狂销四万钟 叠起来可绕台湾一圈 任盛顿鸡汤卖破五千组 鸡汁家族高度也逼近四座台北101 这次更强大航海王楼年版菜系 从单品料理 国务汤底到甜汤通通有 只不过随着原物料成本年年上涨 消费者难免担心卖场的平价年菜 也撑不住跟长 比比加勒服主打独家IP授权 大润发则有多种功夫菜买一送一 甚至好事多也跨界西手迪化街 八十年老店开卖包生组合 吃腻的台菜也可来店不一样的 鲜艳缤纷的马卡龙 蔬菜厚食的起司 甲心饼干或是来快Q弹羊羹 来到百货商场除了推年菜巧克 还有各种法国甜点 日本果子首度曝光 无论是作为围炉燕收轨 或是当成拜年伴手礼都很应景 只不过飘洋过海 价格难免贵一些 各大业者锁定春节商机 技术特色 去看消费者怎么选 接着周杰亚 站住台北 什么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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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